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跟大家介绍一个新奇好玩又刺激 可惜没有玩具在里面的蛋 今天的材料是三只鸡蛋 三条鹰式鲜肉腸 在大车入市场的鲜肉框架上 有些盐和胡椒粉 然后有一只鸡蛋 有些鸡粟粉和面包糠 首先把鸡蛋煮熟 有一个方法 将三只鸡蛋放入冷水中 然后开火 到水滚的时候 就立即关火 烤15分钟 蛋出来就很漂亮 接着就是剥掉殼 刚才我说的15分钟的方法 有几个好处 第一就是你不用怕火太猛 令到蛋会爆开 第二就是你不用怕蛋会熟 然后有些蛋黄 旁边会有一些绿色的边 第三就是鸡蛋 可以立即拿出来 就可以立即剥掉 因为烤的时候 水温都已经降低了 最后就是你不用 在炉旁边看着火 十五分钟 可以打鸡蛋 然后慢慢剥掉 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鸡蛋 把鸡蛋在鸡蛋上剥掉 接着就把鸡蛋拿出来 然后把它搓完 和轻轻压扁 我们就可以到下一个步骤了 好了 那现在台面上 就有三块压扁了的鸡蛋 大家看到有些鸡蛋 和鸡蛋 和面包糠 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们装盘了 首先我们就倒一点点盐 上鸡蛋 然后再加点胡椒粉 然后我们就把鸡蛋再压扁 因为这个目的就是 要把鸡蛋完全包住鸡蛋 可以压到很薄 像这样 然后我们就把鸡蛋放在中间 然后再把鸡蛋包起来 然后再黏至鸡蛋 成为一个波 成为环境 绿绿 我们就可以和鸡蛋上粉了 放点蛋 下鸡蛋 然后在面包糠上滤 我們會用半煎炸的形式去處理蛋 用中火燒熱油 大概兩杯油 然後放三隻蛋下去 不時用一隻羹澱油上面 因為蛋已經熟透和腸不太厚 不需要煎太久 煎三分鐘後就可以調轉 不要忘記煎旁邊 抹煎水 好,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